Hello 大家好 又是星期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的讀書Live想和大家討論歷史 如果你們看我youtube看了年多 其實你們都知道我過去講了很多中國明朝的歷史 對於明代的歷史我是比較熟悉的 西方歷史我們有講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後 在西方歷史中我認為有兩段皇室歷史是非常悲慘的 一個是在法國大革命後露逆十六被廢後 馬麗皇后在歷史上有很多電影都找她做藍本 這個皇后花錢花得很厲害 當這個國家已經很不成功 政府很不成功的時候 一些人告訴她 你的臣子、你的人民沒有東西吃 她就裝得很美 每天開派對問你 你沒有麵包吃你不吃蛋糕 最後法國大革命後她被送上斷頭台 當然在法國歷史中 馬麗皇后到底有沒有說過 你沒有麵包吃你吃蛋糕 其實小學家是沒有說過的 但為何這個死貓也是吃蛋糕 因為其實是表示出人民對她有多討厭 以及她有多離地 這段歷史我們今天不是特別講的 但我們有另一段 就是在俄國大革命發生之前 又是另一個王族 就是很悲慘的一段歷史 就是沙皇尼古拉而世 這段歷史亦堪稱 在西方歷史中 一個就是馬來皇后 另一個就是沙皇尼古拉而世 成家被屠殺這段歷史 都是非常之慘烈的 為什麼會說呢? 原因是因為在Netflix 我都說真的有很多好東西 我自己就不喜歡看電視劇 我比較喜歡看Documentary的東西 這個就是The Last Stars 這個就是在Netflix 最近應該都是熱部的 如果你是對西史有興趣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這一類的Documentary 其實它不完全是Documentary 其實它是一個Drama 它只是六集而已 但它是拍得很有歷史感 拍得很有歷史感 還有人物造型 它是很考究的 當然它是有做了很多的Research 它就將尼古拉而世 即是在沙皇末落 就是羅曼洛夫王朝末落 即是這300年王朝末落 最後一段階段 那段幾十年的歷史 二、三十年左右 拍了出來 其實是非常之震撼 為什麼我會特別想說 第一 我本身自己對這兩段西方歷史 這兩個王族最後那種悲慘的遭遇 其實我是覺得是很神秘的 即是他們成家人 即是由沙皇成家人 如何被人屠殺 還有到底它做錯什麼決定 是導致皇朝 300年的皇朝的末落 其實你就會發現 其實每一個朝代 政府也好是皇朝也好 其實他們的末落 來來去去都是離不開幾個因素 第一件事就是做決定 是一而再而三 再而四 再而五 一路下去 那些決定都是錯的 第二件事就是 政府是超級離地 所以那種離地的情況 其實你看林鄭也知道 當你八達通 你都不懂得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香港人的移民潮 恢恢恢走 而連衣館局下 范雄寧都覺得不行 人手短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一個危機來的 是一個挑戰 它都可以好像沒什麼 你可以看到 其實每一個這樣的政府 當他們最後面對人民的極度不滿 其實他們是做了很多錯誤的決定 是令到人民的情緒 是沒有辦法再可以接受 結果是跟他們翻面 做錯決定 超離地 完全不會知道社會脈搏發生什麼事 當他就算被他看到 就像這個The SARS 他一次又一次幫國家去打仗 最後一根稻草 當然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實他未打完 他就已經退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火燒後欄 你會看到他每一次問題出現 其實他都不會解決 而是繼續錯下去的 而第三件事就是 在黃族滅亡的時候 身邊總有妖人出現 總有一些英明神武的人 當時就不知道是死光了 或是已經沒有人聽過你說話了 所以出來的聲音 最強的都是妖人 當然這個在尼布拉二世 他亦有一個妖真出現 這個妖真在歷史上 都是一個充滿著神秘色彩 這個妖真就叫做Rasputin Rasputin自己 亦都是很純相神秘學 而他的出現 就是令到尼布拉二世 即一家大世 更加冷過水了 根本上是 上上下下 前前後下 是沒有人不反他 所以其實我們 有多時 我們經常都說 看歷史 歷史好像一個雅老師 你以為他不出聲 不說話嗎? 其實他是跟你說話 只要你用心去看 用心去聽 其實 雅老師其實是跟你說話 中間其實你有很多的學問 其實你是可以學得到 而你只要pay attention 其實有一些東西 你是可以脆脊鼻控的 但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亦都不讀書 又不看 亦都不去反省的話 那就殺到你 那就等死了 這樣說 首先跟大家說 我們剛剛完結了電影 《被消失的公義》 反應是很好的 所以 未來年尾 我們會再有幾個活動 今年的2021年 馬上未來的活動 應該是9月24日 我們有一個會員 基本上是全民會員的運動 所有的年費會員 不一定是文化偽術 我們有兩個tears 一個是普通會員 一個是文化偽術會員 只要是年費會員 都可以參加 因為那個位置相當多 那做什麼呢 先不說 先賣關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參加我們這個會員活動 現在其實還有discount 有這個年費discount 當然年費是比較便宜的 好了 我們首先說回 為何會特別說這個沙皇 除了我覺得Netflix這套 即是Lars Sars 拍得非常之好 他很忠於歷史 很有歷史感 他很描述 但TVB怎麼比 是不是死定了 大家理會 都是一天一小時看電視 你會看這些 還是TVB 一些無無畏畏 很反智的節目 所以香港電視台真的很難搞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 是由歷史可以反省自己 無論那個是中史或者是西史 其實都是人類的pattern 其實是不斷的重複的 我們有說過《追龍》 即是藝康叔那本的所謂的寓言小說 如果你們不知道追龍說什麼 你們可以去Youtube找回 又或者你直接上我pattern pattern裡面有超過我60本書的完整的video 其中一本就是追龍 追龍裡面寫於1980年代初 這本書是說什麼呢 在一個城市的活絡 其實不是它很dramatic的突然爆炸 而是在裡面的人 一步一步離開 一步一步離開 令到這個城市失去活力 失去生命力 其實就是等於一個城市的死亡 現在香港就是人口外移的情況 我們就不吹 我們純粹是由實際的數字 其實如果這兩天大家看新聞 聽評論 看評論都很清楚 就是說最新香港政府的數字 已經是有739.47萬人 你當它是739萬人 那已經是有多少人走了 其實過去這一年 差不多是有9萬人離開了香港 那9萬人離開了香港 就不單止只是在這個 港府的最新數字 甚至你在強積金裡面 就是一次過以永久離開香港 去提取所有公積金的 那個數字 亦都在今個年度 其實比起上一個年度 亦都增加了27.3% 即是比去年同時期 高了65.67億元 那當然政府就是有一個解說 就是說 即使你是用一個公積金 這個強積金 這個戶口 你用永久離開香港 這個excuse 他拿了錢 都不代表你一定是去外國的 你回大陸都可以 離開香港 都不一定是永久移民 以後不回來的 他去做事也算 他去外國讀書也算 所以就不是反映了所謂的人口流出 即不是所謂的移民潮 即是他想avoid移民潮這三個字 但其實無論你怎樣說 即是香港人 即是你和我 大家都是一個stakeholder 我們大家都是香港 其實我們大家都有眼睛 你身邊有多少朋友走了 有多少同學走了 有多少同事走了 你自己在心裏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他覺得現在香港政府 就說現在是最高峰了 走了之後 即現在這段時間之後 就不會再走了 那當然就是 如果用一個第三者 中立一點的角度 學者就認為其實不是的 原因就是 你如果是因為香港 新香港的出現 香港新香港出現 都出現了一年 是不是 一年哪裏走得切 你賣樓轉學 找工都要有些時間 所以很急的有一批人 慢慢這兩三年走的 又會有另一批人 所以其實高峰 其實未有久的 這裏一定是上的 你是急上 還是gradually上 當然就是看 現在的社會 會不會再差下去 其實現在的人 都已經有一個想法 如果你天天都拉人 你打完教協 又走去打記協 什麼都被你打完 其實要走的人 就肯定更加多 因為會有一個恐懼 是不是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如果有能力的 那就走 這個很正常 所以就是 學者就在一個很中立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覺得這件事 二汶潮確實出現了 而所有政府說的說話 其實都是鬼話 就是信不信 是完全可以自己去判斷 不需要跟他爭 你自己會有一個的判斷 所以就是 好像藝康叔這樣說 一個城市的沒落 不是突然爆炸 沒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其實這就是城市的沒落 就是當一些人 開始逐步逐步離開的時候 你要明白 就算你說 一天有150個單程證的人 是單程證的人 看看質素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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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走一個 等他十個的話 其實你給我十個 我都沒用 是說的是人的質素 現在大陸更好 就是不學英文 是不是 不學英文 那你香港還怎樣做國際城市 英文都不學 是不是 現在在上海 是第一個城市 就是說 今年中小學 就不用再考英文 不用考英文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整件事 就會是怎樣發生 所以你說 如果這個城市的沒落 是不是香港人 你怎樣走 我也無所謂 只要我有每天150個單程證 其實這個我們不需要爭 大家心裡面是非常明白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人口老化 那你人口一定會老化 現在走的那些是哪些 走的那些全都是年輕的 你看零一都知道 是不是 現在很陰高 其實留一些老父母 老父母 有些不帶走的 就全部老父母留在那裡 那你人口老化 第一就是家庭拆散 第二就是 全部都是人口老化的情況下 那你說 香港這個城市 是不是還好像林鄭那樣說 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些是要走的 是他們的選擇 我覺得香港前途是非常之後 其實我覺得他這些 是一個很不負責任 其實他很不負責任 就不用再說了 其實他這些 就非常之差勁 怎樣差勁呢 就是 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今天不承認不承認 你也都終需要面對這個現實 就好像醫管局主席 范洪凌 做過訪問 他都說 現在醫生醫護流失率 是說的是4.6%和6.5% 本來公立醫院都不夠醫生護士了 醫護人手已經不夠了 那你現在 大家 醫護人手在這個 那個叫什麼呢 即是移民那裡 是很高分的 加上現在 譬如BNO5加1 你加拿大那些都不用有特別的技能 只要你肯做 你肯做97年出生 你肯做 你就已經可以走了 那你醫護人員去到那邊 那麼吃香 現在又全世界那麼多病 又COVID 又不斷變種 又Delta 又Beta 那他們大把地方可以收去 即是他們誤受 找不到食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就怎麼會 就是 留在一個 日日都是 惶恐不能夠中日的地方 所以你說其實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面對 林鄭這些態度 其實是淚街坊 是淚阿爺 真是淚阿爺 喂 你要面對的 即是到最後 你拿著香港 人才就走了 只剩下一些 即是大陸來的那些 英文都不學的 都不懂得學的 問你 問你 即是 沒有什麼 即是融入不了的 甚至需要縱瞞的 人口老化的 那香港還怎麼做國際城市 你說香港的前途 還是很厲害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香港的前途非常之好 那你到底是怎樣 非常之好 你的理據在哪裡 所以 其實鬼話 任何人都可以說 即是信不信 就是由你決定 好像這個 這兩天 就是東方日報的頭條 二民風潮 他用這個風 風癲的風 這個削港人才 這個醫療教育重災區 這個就是東方日報的頭條 來的 做兩天 那很正常 大哥 是不是 你現在要整頓教育 你想想 正常 那些人都害怕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說笑什麼 還不走 接下來就是選舉 選舉 在一個新的選舉環境裡面 本來大家可以參與的朋友 都不能參與了 那好吧 你積極參與 你說我當家作主 我聽你說 你說我當家作主 我就積極參與 我積極參與了之後 你就說 你是什麼 反中亂港 又說你企圖奪權 那好吧 那不參與了 你就說我躺平 你說我躺平 都是延續的攬炒主義 不參選 不合作 不妥協 阻止人參選 沒有了 誤阻的 誰喜歡參選 還未參選 這些都是政治抵抗 結果 都是不對的 這是田之龍的文章說 參與又死 不參與又死 你想想 多難做人 香港人是否很難做人 你要明白 做人這件事 其實就好像銷售士 誰容易銷售 誰容易銷售便銷售 誰容易銷售便銷售 如果你要我 很難銷售那些人 他們就不會銷售那些東西 難銷售便不銷售 容易銷售便銷售 這個很正常 你在香港做人這麼難 走一步都隨時被人拘捕 隨時都有一個嚇死你 嚇死媽媽的罪名的時候 如果那些人有得選 自己又不是找不到錢 去一個更好的地方的時候 他還怎會和你搞 所以 例如田飛龍說 選舉不合作 在政治上精神延續了修例風波時的攬炒主義 一個消極的公民抗命 製造香港民主義死選舉 清一色 香港進入一言堂的輿論和亂象 這個是對抗中央的 你一定要人玩 但玩又不可以玩贏 一定要輸給你 這件事是很難搞的 所以好像李嘉誠一樣 李嘉誠今年所有的地產 四大地產商的家族都交牌 不只是李嘉誠 到了這個年紀 還和你搞什麼 有時間自己都好好的 尤其是我們信佛 都是為下世收福 正心 還可以不捲入 還怎會捲入這種漩渦呢 讓年輕人去搞 這是很正常的事 之後就是 你之前說 商界很具足輕重 每一年 每一次選這些行政長官 商界都會影響這個 要做Keymaker 我當然不會負這些罪名 所以重份量李嘉誠、李兆基 這些全部都退 其實是明治的 明治後 年紀大了 弄酸為樂 搞這麼多做什麼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裏 老的就退了 老的就不搞了 年輕的就走了 然後你就全部進入一些 質素沒有那麼好的人 所謂的 現在連大陸連英文都不學 在這樣的環境裏 你說是不是會 變成了危康縮港的追龍 那個語言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何我們說要看歷史呢 就是因為 其實當你一個地方 開始搞不定的時候 其實很多symptoms 其實more or less the same 一定是有人禍的 這個 好像林鄭這些 算不算是一個人禍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 我們說回 這個 The Last Sars 這個 Netflix 這套戲 這套 真是一套 很值得大家去看 真是很看 它是拍得歷史感很好 那我為何說呢 在這個歷史裡面 西方歷史裡面 有兩段 很慘的歷史 一個就是馬麗皇后 為什麼吃 肚餓 你不吃麵包 你就吃蛋糕 這樣 法國大革命 一個就是俄國大革命 這個就是在1918年 7月17日晚 就是尼古拉 這個末代 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 和他整個家族 是一個滅門慘案 這個滅門慘案 其實去到80年之後 其實他們才可以入土為安 先說一下尼古拉 這個二世 其實他是出生於 洛曼洛夫王朝 這個洛曼洛夫王朝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 影響力很大 其實歐洲王室 很多都是互相嫁娶 所以其實他的太太 是希臘王后 即是來自德國 但其實尼古拉二世的媽媽 是丹麥公主 所以其實他們 甚至他們和英國王室 其實都是有一些血緣的關係 後來就是 根據歷史 就是尼古拉二世 就是被推翻的時候 其實他曾經想走過去英國 但英國就拒絕接收他們 所以他就留在俄羅斯 後來就是滅門的 他的爸爸就是沙皇 阿力山大三世 他媽媽就是丹麥公主 是皇室繼承人 但這個人 其實這個尼古拉二世 你看電影 其實你都會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好男人 是一個好男人 是一個很柔軟的一個男人 而且很疼老婆 即是疼老婆 很疼老婆 很疼老婆 這一個女人 性格非常耐弱 很疼老婆 最後是誰乾淨 就是他老婆乾淨 在歷史上 女人乾淨 其實都是不方好的 我也覺得 家庭也好 可能我傳統 家庭也好 社會也好 雖然我是女人 但好像很差 有點Bias 我覺得女人 不知為何 如果你家裡 你結了婚的話 其實我都應該是老公走出來 多些 女人太過指手滑腳 其實是很容易出事 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這個尼古拉二世 就是他老婆後期 非常積極乾淨 那件事更加壞 加上Rasputine的妖真 整個王朝結果就散了 所以這個人並不是一個 有些人是天生性格 不太適合做領導人 太耐弱的不適合 太光碧自用 覺得自己適合 其實也不適合 而他就是不適合做皇帝的人 很不幸 他當時做了皇帝 那時候他和他老婆結婚的時候 是生了四個公主 四個公主 到最後 其實就是生了一個兒子 因為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結婚很久 一直都沒有兒子 但皇朝的繼承人 必須要是兒子 到最後 終於生了一個兒子 就是Alices 但這個兒子 原來是有遺傳的血有病 而據說這個血有病 其實是來自於他媽媽的家 很難得先求到一個兒子 因為他們覺得以前 皇帝的命名是來自上天的 即是神的指定人物 如果尼古拉爾世死了之後 如果他沒有兒子的話 羅曼洛夫王朝就會後繼無人 所以就是後來因為這個兒子有病 而沒有辦法可以保得住兒子 直至看到Rasputin的妖真 而那個妖真 又真是妖人有些本事 在歷史上做妖人 中國歷史也有很多 明朝也有很多 做妖人也有些本事 都不是只吹水騙錢 他又真是搞得到皇子的病 他有幾次醫好 舒緩了他的痛苦 於是全家人就當他是神的拜 到最後他為何會滅亡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皇朝去到三百年 因為他管你土地的範圍 根本是史無前例地這麼大 但是那時候管土地 其實越多是越難搞的 有不同的語言 如果你不能吃的話 反你的人更加多 那時候其實歐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其實歐洲已經進入了 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 其實工業革命是在一九八幾年 在英國開始的 其實俄國已經是人家做工業革命的時候 其實他的發展都是比較慢 而且還在中世紀的狀態 後來就去到一百六一年的時候 就在這個牢籠制度廢除 才開始進行現代化革命 現代化革命當然會 機器化方面令到生產大了 但是社會的conflict是大了 有一些經濟的改革 但在政治上是沒有改革的 所以民族之間的衝突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亦是分了不穩 但是尼古拉二世 其實尼古拉二世 他並沒有能力去舒緩國家內的衝突 最慘的一件事 其實他很愚蠢 就是搞了兩件事 就是參加戰爭 這個參加戰爭 其實往往在歷史上 無論是西市中市 其實都很普遍的 就是當自己這個國家 內政搞不定的時候 就數珠在外面 去打過仗 打過仗就什麼事都沒有 打過仗就團結內部 窗口一致對外 那大詞是要打贏 你打不贏就糟糕了 結果他打不打贏 當然打不贏 第一個就是日俄戰爭 日本是重挫俄羅斯的軍事實力 除了這個之外 他後來也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 到最後 其實他並沒有打完 他並沒有打完 他在中途就退了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搞不定 因為他搞不定 他實在沒有實力去打 因為其實內部已經不夠吃 死傷很慘重 他還不斷在國內抽蜜資 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實是壓垮他王族的最後一根道歉 其實中間 如果你看Netflix的影片 其實你會看到 他在中間 所有決定都會做錯 到底打不打仗 尼古拉爾勢去不去前線打 大後方由誰去主席 最後他由誰去決定 是由妖真決定 好像摘大勢 你說我應該去打 我就去打 因為上帝告訴他 你這樣去打 你就會贏 最後他是這樣 死不成 就是妖真去乾淨 所以你說打仗這件事 其實就真的 我又突然之間想起一件事 就是最近就是 南維組報尾有一個報道 就是說 軍方 中國軍方 即大陸軍方 就說如果有什麼衝突的話 我們不打的 有什麼事情 你們自己戰狼狂交 自己搞回去 所以這件事 又是挺驚訝 這件事會發生 證明國內都很divided 對於現在的戰狼外交 這條路是不是 不是overwhelming 看來就不是全國一致的看法 有些人是很不同意的 尤其是真的要打仗那些 就會覺得 你們口舌之爭 就搞到我隨時會有死傷 打就不是你去打 我當然是打死不肯 所以都是很divided的 看來主席也不是完全掌握了整個軍隊 這是南維組報的報道 還有 為什麼軍隊不肯打呢 如果你說assessment 一打就一定贏的話 可能就是覺得是 但很obviously 這件事 即是軍方的內部 可能就會assess 這件事 不是我一打就贏的 即是 是不是一定有勝算 如果你說紀安和大雄打 紀安覺得我是否都會打贏大雄 沒有所謂 打你就打你 但obviously 紀安不覺得對方是大雄 可能對方也是另一個紀安 所以六死誰手不知道 所以當然是不打 我覺得這個反而更smart 如果你愚蠻愚蠻愚蠻 即是你愚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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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在歷史上 每一次出事 其實都是有一連串的事故而引起 即是不會單一事件 它是一連串的錯誤 不應該做的決定 你不明白為什麼它會做的決定 它都會去 其實人民已經告訴你 人民已經告訴你 喂大哥沒得吃了 很不滿意了 對於皇朝很不滿意 其實尼古拉二世 你在那套戲裡面 其實它描述得很好 就算是小小字 就是皇室想做一件好事 做一些形象工程 分析太平的工程 就是我現在去派麵包 但都是underestimate 他想不到有這麼多人 是沒得吃的 就是完全不掌握民情 就像現在留不成這樣 有九萬人走 他會覺得沒事 那你走了就走了 其實你想想 連這個醫護界都說 喂不是的 大哥 軟水不能夠搞這個近火 就算你給外面的人來 大哥也有一段時間要磨合 你是不是這麼願意 就讓人去劏 所以 人家很practical 人家說實話 就告訴你們 喂這個是一個危機 只有他說不是 所以他完全是不掌握民情 就好像這個沙皇去派麵包 但他不知道原來他自己 國外這麼多人不能吃 他完全是離地 完全是超離地 完全是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完全超離地 到達到有幾萬人 這樣空巷湧上去 他以為幾百人 結果來了幾千人 結果就是人踩人踩死了 踩死人 當然要apologize 當然要apologize 他不是apologize 他就鎮壓 找士兵去鎮壓 那士兵鎮壓人民 過去我們講過很多 在歷史裡面 全世界不同的歷史都是 你鎮壓人民 老百姓又沒有槍 又沒有刀 那你要鎮壓 那一定可以的 老爺殘兵 你一定可以鎮壓 但你以為自己很厲害的時候 你出去和人打 這個日俄戰爭 你便被人打到分泌 所以這些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錯盤 一次又一次的錯盤 所以你說到最後尼古拉二世 我當然還沒說完 還有很多精彩的 最後他全家被滅滿 那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自己看 我覺得是很感慨 他是一個絕對不敵方 所以你看電影的時候 你覺得他這個家族的人 都很善良 他是很善良的一個男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不適合做皇帝的人 但一個不適合的人 放在一個不應該是他做的位置 而有絕對的權力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那就會引起千千萬萬人的傷害和痛苦 那他這個痛苦 死傷了那麼多老百姓 那是否可以一班勾銷呢 又很難一班勾銷 但他又未至於要去到滅滿那麼慘 所以一個平庸的人有權 其實對他對人都是一件不好的事 如果知道自己平庸就別搞政治 你就安安樂樂打一份工 做錯了最好被人解僱 你不需要死也不需要害人 對嗎? 就是我的革命是可以減到最少 我覺得今世做得不好 都不要拖累下世 我覺得很practical 所以平庸的人 真的不應該 就是詐權 應該搞政治 所以我們這些 最多是讀書 講講講故事 這是我們的第一部份 第二部回來 繼續 先跟大家講故事 就是這個沙皇的Larsars 是很值得看的 是一個拍得很好的 很有歷史感的drama 錄集很快 我嫌他太快 但其實他很忠於歷史 講得很好 所有的很were research 他連很細微的地方都有講 我稍後再跟大家講 總而言之在1918年7月17日 就是在莫斯科 一個郊外的別墅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滅門慘案 就是十二個槍手 我槍實彈 就是尼古拉二世的一家人 包括了他自己 他老婆 他四個女兒 他一個兒子 和一個徐蟲 全部是一晚被殺了 還有 其實那個死亡 其實都是一個很恐怖 那種是恐怖 因為他們以為他們自己有得走 其實他們起初是 要求去英國 英國就拒絕了他 但他們一直都以為自己有機會走得掉 所以那些女兒 就是將那些珠寶 即僅盛的珠寶 都放在她的衣服裡面 即是以前那些 中世紀的摘胸 他就藏在珠寶 所以其實射手開槍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一次過殺死他們 因為那些珠寶很硬 所以結果 有她三個女兒 是用刺刀去刺死 你想想那件事多慘 而且射死了 那個恐懼都有一段時間 你還要不死 看著人家刺自己的時候 你想想那個恐懼是多害怕 還有他們死了之後 他們是流酸 即是強水 就是毀了 融化了絲 再燒絲 再埋葬 還有是分開很遠去埋絲 原因就是因為 不想承認這件事 其實是80年之後 1993年 找到她們一部分的絲鞋 但其實全部都是一堆白骨 你不知道 這是梅尼古拉二世家族成員 即是沙皇這個家族 我剛才也說 其實歐洲那個貴族 其實他們的婚禮 是這地方的公主 有嫁那裡的王子 那裡的王子 又娶那裡的公主 其實很多都是有一個 很中環性的血緣關係 而現任 就是英國女王 伊利沙伯的丈夫 即菲利普親王 已經過世了 其實她是出於希臘王室 即是她是來自於 尼古拉二世的母親 所以她是有這個 因此最後尼古拉二世的DNA 是她用菲利普親王的DNA去鑑定 到底這個不是尼古拉二世的 所以1993年 菲利普親王 是為羅曼洛夫 其實她們都是一個親屬 即是一個親屬關係 即為她們親屬 提高了她的DNA 於是才能夠配合 原來這個是尼古拉二世 去到2007年 才在俄羅斯 另外一個野交 找到她兩個兒子的屍鞋 即是找到她兩個兒子的屍鞋 因為那時已經有DNA 所以後來鑑定到 一個是她的公主 另一個是大公主 另一個是她的兒子 在俄羅斯 後來如果有看新聞 應該是九幾年了 好像二幾 我忘了是幾一年前 其實她是幫她們再去封聖 追封回她 我也說 對於沙皇的死 大部份俄羅斯人 覺得她是不應該的 即是她會覺得 尼古拉二世是 你說她是否罪有應得 她施政室也算是罪有應得 但禍不及妻宜 是否要全家槍決 全家屠殺 一晚要滅族 滅族這件事真的太過殘忍 所以俄羅斯人都不贊成 後來在史太林回憶錄裏 很多年後 她都說 她看到母親 其實是一個母親 她母親就是東正教徒 問她 沙皇被殺 和你有沒有關係 她說完全沒有關係 她媽媽才開懷 而在1998年 根據當時俄羅斯總統葉利欣的命令 尼古拉二世的遺體 被隆重地安葬 在聖彼得寶大教堂之中 我以前也有去過聖彼得寶做採訪 但那時就不知道原來 尼古拉二世 她們的屍體最後被安葬 否則又可以去看 所以其實就是一段很慘痛的歷史 而且她被困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困住的時候 她一直都以為自己不會死 她一直都以為自己不會死 但結果不是 結果她最後被處決 在她的歷史裡面 其實我們要說 尼古拉二世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有一個叫Rasputin Rasputin就是妖真 這個人 非常奇妙 充滿著神秘 這個整個是尼古拉二世 是整個家庭的 衰多兩千 是萬劫不復 是誰令到他們萬劫不復呢 就是Rasputin這人 令到他們萬劫不復 而這人 在歷史上 中史西史都有的 都有一些很神怪很奇怪的人 在明朝都有的 一心要追求權力 你說她是不是要追求錢 其實她又不是追求錢 她一心要追求權力 而這個Rasputin 其實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她是住在西伯利亞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她是西伯利亞 是一個荒涼到不荒涼的地方 她基本上是一個人渣 簡單來說 用我們現代話說 就是一個人渣 這個人 但是她是什麼都說 她是奸淫婦女 暑舌狗偷的事情 什麼都做 但是這個人 又有一種魔力 又很奇怪 她人的身材 你看戲裡面都知道 她是非常之高大 有濃密的鬍子 而且她的眼睛是淺藍色的 她是去講求 她是去追求神秘主義 而她不是一般的神棍 只是講錢 她真的有預言過一些事情 which is true 她有預言過罕災 有發生 她真的有做過一些所謂的神職 是醫好一些坦的人 你看戲裡面就知道 她是由西伯利亞用了好幾年的時間 一人在西伯利亞走運 整個俄羅斯 最後去到莫斯科 最後去到莫斯科 而這幾年 一人在西伯利亞一直走到莫斯科的過程 給她真的見識了很多俄羅斯的文情 豐富了她的月曆 你想想 一個很豐富的月曆 見過最基層的人 她知道最基層的人的情緒是什麼 她們的苦難是什麼 比起一些超離地的皇室 人日派對 只想生不生得兒子 可不可以承代皇朝的皇族 其實是兩個世界 所以皇族對於她的見識 是很驚訝的 而且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傢伙有一定的神秘能力 她真的做了一些神則 她真的醫好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有血有病 她的兒子流血不止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 她是一個神棍 她不是很神棍 但她是一個聖人 肯定不是 所以這傢伙是一個妖真 她是一個流氓、一個騙子、一個犯罪犯 但最後她是去到俄羅斯的權力最高的核心 你看Netflix這部電影 如果她和皇室有多親密 你看就知道 總之皇室有什麼事都會找她 後來還住在皇宮 人們以為她和皇后是有染 不斷出了很多新聞 她說她和皇后有染 皇后也都私下寫很多信給她 是難染這個愛母之情 她覺得我們整個家族都靠你 你千萬不能離開我 你離開我的話 我是生存不到的 她是這樣的 我全家人都是靠你 看著的 所以這個人的權力 就是去到極度之高峰 而這個 根據三王的日記 Rasputin的名字 在1901年 接到皇室 到1916年死 即是俄國大革命發生之前 即是皇室被割了之前一年 她出現了九十多次 你的頻率是非常之高 而這個Rasputin是一個什麼的人 她是一個極度荒淫的人 她是一個極度荒淫的人 據說當時整個皇族 基本上 貴族婦女沒有跟她睡過 她是睡過了整個皇族 所有上流社會的女人 而那些內人對她催之若霧 為什麼對她催之若霧 為何對她催之若霧 即是有說 第一 就是因為她跟皇帝和皇后很close 於是希望透過她 拜託她 又跟皇帝說幾句好說話 沙皇說幾句好說話 諸如此類 亦有一個更加實際的說法 就是這個人是一個極度荒淫的人 歷史入面 這一宗是真的 這個就是她的性器官 我想你們現在是否笑到爆炸 這個就是她的性器官 她死了之後 她被刺殺之後 她的性器官是被政敵削了 現在是放在聖美德堡的一個廟室裡 這個就是Ransputina 這個就是她的性器官 她的性器官是有幾大呢 據說是非常之大 是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 有30公分 就是30公分這麼大 我找了幾張照片 就證明這個確實不是假的 確實是真的 這個真的是她的性器官 被人切了下來 在她死了之後 被人切了下來 她的死是怎樣死 她是manipulate皇室 後來就說皇后和她兩個乾淨 就是因為皇帝是愚蠢 因為她打仗 是不斷挫敗又挫敗 然後Ransputina就跟她說 叫她去這個前線 只有你去前線 你去坐視 即是你在那裡坐陣 那些軍隊那些 就是他們那種的 你可以幫這個軍隊打氣 那皇帝就很愚蠢 當然不去 因為主要為什麼呢 你去到前線 那你的內政就沒有人搞 即朝廷是沒有人的了 結果最後被誰把持 就是她和皇后兩個把持 而皇后就是傀儡 即是升誰不要誰 隔誰走誰要殺 她全部是Ransputin 她自己決定 即是最後她控制了皇朝的命運 那皇帝竟然去到前面打仗 你說這個皇帝是不是賜到爆 即是這個沙皇是不是賜到爆 即是 即是 即是怎麼說呢 即是 即是 你自己也算 你還要害很多人 即是 為了不要害人類幾 最好就不要搞 即是 正式的事情 即是不要搞 即是沒有辦法 她生出來 即是 可能也可以這麼說 她的悲劇人生是定了 即是因為她是沒辦法搞的 即是她是一定要接 即是 即是 最後Ransputin是怎樣死的 即是因為其實朝廷上下 尤其是 即是稍有這個知識的人 都很討厭姜真 完全知道 即是你是一個人討厭 即是你所有女人都睡過 而你和皇后的關係又不清不楚 即是皇帝又蠢得死 又聽了你所說 便走到前線那裡打仗 於是想暗殺她 暗殺她 便落讀 在戲裏 我都很記得 歷史上都是 書裏面是這樣寫 他們是落讀 黃族 幾個貴族 還有那些 在莫斯科最有影響力 有錢的那幾個人 即那些人想殺了她 約她 就是晚上開派對 即是在很有錢的 在那些黃族家裡開派對 便落毒 但因為這個人 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定 很強 又高大的人 第一回合 他吃完那些東西 喝完那些毒酒 他是沒事的 他沒事的 就嚇到 落毒的那堆 便死了 死了 落了那麼多毒 不知道那些毒是否太差 因為他沒事的 然後他們就很害怕 因為他打兩個黑痴 又沒事 於是他們又再走上去 打又不夠他打 最後是怎樣 是開槍的 最後就是追出去開三槍 最後有一槍打到他的頭 他才死 還有打完他之後 是把他的屍體扔到河 是毀屍滅殖 最後就是 法醫證實 他是浸死的 即是他都不在這裡打死 他是浸死的 竟然在水裡 他可以足足撐了八分鐘之後才浸死 你想想這個人的生命力強到 是否嚇死人 你下水 如果人家浸死 一兩分鐘就是這樣 8分鐘 還要中了槍 還要中了三槍 還要吃了毒藥 這樣才弄得死他 到最後 你想想 整個王朝 即是這個王族的人 合起來去弄死這個Rasputine 而是整個SARS family 即是這個尼古拉爾 和他太太是完全不知情 所以這證明了什麼呢 也證明了這個王族 他已經是和人民完全脫離 他完全的離地 那種離地已經不是單單 我不知道這個民怨那麼簡單 也都是脫離 他們好像另一個星球的人 那些人對你的怨恨有多大 你不知對你身邊那個妖真 那個怨恨有多少 恨不得去死 大家一起弄死他 而你都可以不知的話 那你可以見到 這個皇帝夫妻 已經是完全被孤立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身邊一個朋友都沒有的時候 即是 即是朋友是很緊要的 你知不知道 朋友是幫你通水的 即是有些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 那些皇帝會告訴你 喂不是很對路 你真的都會通過水給你 平時做人做得好 你朋友多都會通過水給你 說聲給你 你很走 你可以見到 整個尼古拉二世 其實他完全是沒有朋友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羅萬洛夫王朝 你說這三百多年的歷史 是不是玩完呢 他這個玩完都是不無道理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 所有的 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恨 即是不會是沒有原因底下發生 於是 這兩夫妻就完結了 她四個女兒和她的兒子 就是滅門慘案 所以就是 這一段歷史 其實是一段很血腥的歷史 她是有很多罪的 她是有很多罪 她做了很多決定 我覺得封聖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相確 但同一段歷史 在不同的時間 可以完全是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是相確的 是不是要封聖呢 但又是不是要滅門呢 肯定不應該是要滅門的 還要是禍不及妻兒 那你說到禍不及妻兒 我剛剛就看到一段新聞就好笑 胡亨宜 她的丈夫幫忙照顧我 三個還是四個兒子 她都挺生得的 不知道三個還是四個 然後就在微博裡面 她的丈夫就被人說吃完飯 然後她在IG上面寫一段話 就幫她丈夫說兩句 就說Work in China 因為一個字 就被小粉紅罵到爆了 其實在我們做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認識 用China和Mingland 我們大部份都是用Mingland 都是叫大陸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以前做新聞的時候 有這些規矩 用字就是要小心的 但是沒有的 我覺得小粉紅其實真的很忙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育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她要看著哪一個育華 還有她是 無論你以前做些什麼 無論她一句話 她們就可以有無限的聯想 所以我也是說回 余英時教授說那句話 極端民族主義其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極端民族主義是很可怕的事 你會發覺一個很正常的人 為何突然之間好像不太正常 好像不是很正常 平時很地地 為何突然之間不太正常 所以這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 其實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現在在大陸 這件事都要跟大家說 真的很好笑 在大陸原來現在 教育部通知 上海作為市點城市 就是大陸的小朋友 他們的英語在末期考試中 就是剔除了 就不需要再學英文了 這個消息在上海是第一個 他們的通告就是 家長應該不要再給學生施壓了 現在不再存在 輸載起跑線 因為所有人的起跑線都是一樣 而且不需要學英文和補習 大家的起跑線都是一樣 就不會因為你家有錢 學多兩句英文 又或者補多兩個集 而你可以贏再起跑線 沒有 現在大家的起跑線都是一樣 這不是多好? 多公平? 我覺得非常之好 這件事 我覺得是對的 美國人都不學中文 為何中國人要學英文 這件事都可以 所以都頗有趣 這件事都頗有趣 好了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們就是那句 我們9月24日 會有另一個會員活動 其實未來年尾都會有 應該還有幾個會員活動 我們就在8月 玩多三個會員活動 這樣就2021年就有緣了 眨著眼 如果大家有興趣 加入Patreon的朋友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sharenjang 9月24日 另一個會員活動 稍後就會在Facebook 和Patreon公布 好了 此一見 請記得 請大家 오늘도請觀看 我幫助 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 請問 請 titt 並且請 我也請 請 請 請